其實我們的這個時代一直把所有的人 圈在一個說教式的現實裡 告訴你這個就是現實 你最好不要想太多 我們從來沒有進入到每一個人都有膽量 暢游的那麼一個環境 我覺得我們挺需要這麼一個文化大環境 而建築空間其實能提供一種氣氛 一種精神空間的感受 我覺得一個建築空間、一個城市空間 也有這樣的魅力 它應該讓人去希望感受它 所以建築所代表的那種腐朽的力量 包括它以前所帶來很多的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 所有這些東西應該消失掉 更多的最後是關於人的生活、人的精神世界 所以要有意地把其他東西給它隱藏在內部 許州體育場它是有批判性的 但是它又很溫柔 它不僅是一個關於競爭的、比賽的這麼一個地方 以前的所有這種體育場館 它表現出的力量感都太強了 堅不可摧的樣子 可能跟這種價值觀有關係 就是更高更快更強 然後我們整個社會崇尚這個價值觀 但我覺得這個觀念應該改變了 所以其實我們把這個體育場館完全消失於一個景觀中 並且把這個景觀想像它有一點大地藝術的感覺 你能感受到天地之間人的這種存在 Accessible 非常重要 就是屋裡上開開門你就可以進去 當你進去的時候 其實裡邊的混凝土結構 還是做得非常地有力量感的 跟這個土坡的外部的形態要吻合 你自由地在裡邊暢游 但同時所有來的人 城市中的每一個人 打機器中奔波的每一個人 在這兒能放鬆下來 最近也覺得當把我們好多的作品放在城市現實裡邊的時候 都有好多反差 我特別尋求這種陌生感 在做公共項目的時候 這種陌生感其實是給每個人一個精神世界 一些新的時空讓我們投入進去 我覺得我有一貫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讓建築跟自然發生關係 我們在嘉興的車站 我們把它消失在地下 能看到未來的現代的古典的東西共存 我覺得它希望每一個城市中的人 能至少去放鬆放鬆 然後通過時間看看能發現什麼 它有一種共情吧 這可能是我一個新階段 就是好多作品 有這麼一種溫柔的東西 我覺得先鋒更像是一個來自於現實的評價 其實我們在同一個時代 你也很難說誰是先鋒 我覺得它更像是一個獨特的個體 它跟別人不一樣 至於它是先還是後 好還是壞 只有在歷史中才能知道 我之前非常關注自己的存在 現在關注到所有人的存在 我特別感興趣就是人 我們一個個體都不簡單 每個人都在歷史中 而對於未來的人 我們又是歷史 我們一定要創造新的東西 所以這是今天這個時代 讓你能做先鋒最關鍵的東西 你要衝破每一個限制才行 你也要留意 你也要留意 你還是像堇志 我又不是前衲 猶豫 在外遭史中 感谢观看